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顺德第一支主强过来这边有一个 我个人蛮欣赏蛮喜欢的一个展示柜 其实蛮好你没有再沿用深色的木皮座 稍微跳了浅一点的感觉 对 这个展示柜我们现在看到这展示柜 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双面柜 那刚刚我们现在看到 它是一个所谓比较浅色的木皮 它我用的是风化木的一个效果 那这希望去营造出比较休闲的感觉 它虽然我们现在正面这边看 它是一个展示柜 其实它是一个双面柜的功能 另外一边是 另外一边是车库进来的一个鞋柜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后面这个部分 其实在规划的时候 就有点像是所谓的泡茶区 这是泡茶区 这是泡茶区 好这应该是那个长辈的休闲娱乐功能 对对对 OK 所以刚刚可能一开始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餐厅区 没错没错 那其实这个是真正在使用 大家在属于我们规划上是属于泡茶区 真正的餐厅区是在我们现在看到后面 这边的展示柜的后方 后方那才是真正一个完整的一个餐厅区 我要说就是这个别墅的单层屏数 45坪已经很大了 可是当你客厅跟它的泡茶区 又这样子完全打开的时候 更可以看到空间的那一种穿透感 对 穿透感 真的好大喔 然后我们像你刚刚在提到这个穿透感的部分 其实我们要到餐厅区的时候 我用的是用铁件折门的方式 有两边这样子在进出餐厅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用铁件折门 就是刚刚我们讲说 本身我们是铁件在加玻璃 因为铁件本身是黑色的 那我希望说它带着你能够去搭配它的家具 家具的部分像我刚刚讲说 它本身这个家具是属于所谓的国外进口的 这个是完全手工做的一个 非常扎实的一个所谓的木头的家具 还真的挺重的 听说是纽西兰毛利的这个原住民 他们亲手手工打造的家具 要坐船来要等一段时间对不对 对 没错 当然还要再补充告诉大家一点 因为其实你的客厅设计的 其实没有太多的那种木座 做一些柜子来收东西 所以客厅的部分收纳 就会整合到这个柜体了 对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柜体就刚刚讲说 其实一般客厅我们都会做一些很多展示柜 那我今天因为把它的客厅 这个跟这个所谓的泡茶具去做整合 所以我们可以去延伸到这边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展示的功能 它也是一个收纳的功能 那再者就是说我刚刚讲 这个延伸在过去就是餐厅 餐厅 那那边就是给餐厅用的餐厨柜了 对 所以这个柜子也是双面柜 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柜子 它另外后方是鞋柜的功用一样 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带观众朋友 直接到餐厅跟这个厨房去看看这个柜子好了 好 好不好 我们可以左边右边 爱选哪个动线都行对不对 对